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无名铺接了 但票房却出现下滑 王一博在录演结束时的致辞也颇为动人 尽管有很多观点 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无名实际上在提升审美价值方面是成功的 这部艺术作品为观影社定了一个特定的门槛 它不是一部纯粹用于商业用途的作品 由于著名主播王一博现在是无名的一部分 该节目因此获得了自己的知名度和关注度 因为它的加入 很多人相信无名不会再保持沉默 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 这部作品是一件以电影为主要题材的艺术作品 它考虑到镜头的整体外观 由于故事中使用了倒序和插曲 以及使用了支离破碎的叙事形式 许多观众离开体验后感到非常混乱和有点困惑 电影主体结构支离破碎 充满了悬念、伏笔、剧情、背景等等 都需要细细品味 再加上成二导演用镜头的方式 无名的电影风格更上一层楼 读后感人深刻 因为它如此无情地揭露了人性中固有的不诚实和残忍 甚至没有接近这一点 归根结底 这部电影并没有迎合大多数人的喜好 但它强调了制作这部电影所付出的爱和努力 如果王一博真的加入了 那么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人对此表示高度怀疑 按照常规学派的说法 流量一人联手一看就是资本运作 对于影片的质量不应该抱有乐观的预期 很多人一方面因为这种偏见而关注这部作品 另一方面也很好奇王一博的表现如何 正是这种思路让我沦为大量黑粉黑评论的牺牲品 进而让我辜负了一部正经作品 但无名已然与当年不同 首映时就收获了上议员的票房 大部分功劳都归功于王一博的忠实粉丝 没想到后来的黑人仰慕者和言论会有如此显着的增长 票房收入受电影放映时间表和演出总数等因素的影响 随着观影人数的增加 王一博导演成二等人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在电影的很多镜头被大家公开之后 这部有着很多伏笔的电影才逐渐被观众所熟知 反而出现了 票房走势逆转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二刷甚至双刷 无名全球票房总计五亿美元 与春节期间的其他摊位相比 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它比预售有显着的领先又是 绘画数量少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归一于数量 一部制作精良的电影才会惊得起消费者的推敲 任何一件力求文化深度的作品都需要源源不断的水流 无需着急 事实上等待是更好的选择 我的预测是 这部有家国情节 有深度 有态度 尊重大众的作品 最终会广为流传 但 结束在宁波的最后一站 王一博又要开始新剧的拍摄了 最近 王一博的录演很忙 录演结束后 他念了这句台词 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极大感触 他说 在没有其他作品可用的情况下 导演选择与我会面真是太幸运了 能与如此才华横溢的演员和工作人员 以及如此多有成就的行业一起工作 真是太幸运了 同行们 对于他们 整个春节的支持 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以及全体观众 我都表示由衷的感谢 吴明 作为演员 这是我第一次与观众互动 大家知道我们付出的努力 等到拍完 我心里充满了不舍 在录演的时候 我被吓了一跳 而我 也表现出了不情愿 这一次 是我为吴明和叶先生完成的最后一个任务 这一段真的很真诚 而且充满了诚意 你既不聪明也不机智 你的行为反映了这一点 你的想法是什么 在我看来 我正在经历很多情绪 他被批评过 但他抗拒过批评 他贡献了自己的演技 贡献了人气 贡献了自己的流量 王一博 王一博将在电影世界中的旅程 无疑会因为他扮演这个角色 而得到提升 花朵开放没有名字的花瓣 却永远保留着自己的名字 属于杨迪的古瓜又被拽了上来 王一博又被带了出来 受欢迎程度和诽谤程度 可以尽可能低 互联网上的人 发现了他的就评论 他和前女友在一起十几年 就无缘无故分手 这让很多网友都难以理解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 杨迪在直播中 被问到恋爱关系的几个方面 由于这句话 在整个互联网上引起的反响 他觉得有必要强调 他没有恋爱 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截至目前 他已在各种社交媒体上 发表了两种不同的言论 第一次 他只是做了简单的解释 并没有详细说明 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的具体因素 不过 似乎网民对女方的喜爱度更高了 杨迪的人气也在快速下滑 之后 他发表了第二句话 受欢迎的人 并不是您在娱乐业中 能找到的唯一类型的人 也有人挑战极限 杨迪的口碑 也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很多人都知道他的爱情生活 尽管他的关系非常私密 慢跑很长的距离 很多网友都认为 杨迪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也是他的女朋友 他们已经恋爱了将近十年 截至目前 杨迪已无任何联系 众多网友对此说法不一 毕竟 杨迪是当之无愧的综艺之王 从综艺初期一直统治到现在 这个假设没有经过检验 尽管有相当一部分网友认为 杨迪为了专注事业而与前女友分手 这段感情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杨迪的一个旧瓜又被提起了 就连王一博也因为这个瓜被迫下台 我觉得有必要指出 为了保住王一博的知名度 对王一博的诽谤是没有限制的 王一博的芯片《无名》 已经上映一段时间了 自电影首次放映以来 人们表达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表现突出的王一博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但是他从来没有主动说过 然而无数的声音从未停止过 由于王一博是这部电影中 唯一一位拥有相当可观流量的艺术家 因此许多黑粉将精力集中在王一博身上 即便是从王一博芯片的广告中 也可以看出 目前有相当数量的黑粉 在不加掩饰的诋毁 不过这一次 倒是提到了王一博早前参加赛车时 发生的一件事 就在那一刻 另一名选手正在超越王一博 最终导致王一博倒下 有可能是由于广大网民不够专业 对本次活动的一些主观判断 其中 杨迪的言论对王一博的评价 最为片面和偏见 杨迪当时的言论发表后 官方给出了很好的回应 随后又迅速撤下了评论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不可否认的是 一种氛围发生了转变 在这种氛围中 许多艺术家在公共场合 分享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时 感到不那么拘束 甚至有记者公开表示 采访某位音乐人时 艺人的经纪人会事先划定界限 您只能提交一定数量的问题 即使您提交了 您也不会收到任何其他问题的回复 其实王一博的出事和杨迪的言论 无论哪个先发生 都没有必然联系 同为此时比较红的艺人 是他们目前唯一的共同点 如果他们相互关联 结果几乎肯定会更重要 我非常希望所有互联网用户和媒体成员 能够在不涉及任何无辜者的情况下 就这一情况进行辩论 由于各种无知的黑粉对新电影的评论 王一博已经面临大量批评 对于围绕杨迪感情生活的争议 他已经表态 网友吃瓜要多节制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